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谈讨 我想前两段所有的贵宾都谈到了 他的重要性 也谈到了他的 没有一个法令执法的困难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我们只有说建议县政府 定自治条例 但是又思考到 现在中央没有这样的法令 我们定自治条例是不是可行 或是说我们定这样自治条例 是不是警察单位就能够去 依照这个依据来执行 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首先我请教一下郑科长 如果比照像农用搬运车 定自治条例可以吗 第一个如果我们在定法令 地方制度法都有讲 如果说我们定法令的地方自治条例的时候 如果有法则的情形下 那必须要送到那个 我们的中央政府经过他的核定 如果没有法则 只是说我只是一种一般的管理 那只要中央核备就可以了 那核定跟核备的差别就说 一定要核定是指中央 他要来我们信过 你这样可以实施 那也核备的意思就是说 你主要把法令送去 中央只是把它存查 认为说你可以执行 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因为我相信说我们也要订阅我们的这种 属于冰装车的自治管理条例一定也会牵涉到罚者 那这一定就是一定要收到 送到我们的中央管理单位 他们的核定 所以说在我们订阅的过程中 还有另外一条地方制度法规定说 我们订阅的法条里面 不可以跟我们中央抵触 那如果是抵触者就无效 那所以说它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们当然也可以自己订阅 但是我们要依照我们中央所订阅 它的车辆的相关管理的各项的 比如说像基本的 刚才说它的车辆各项的安全的设备 还有它乘在里面的像基本的 需要安全的系数 这些通通必须经过测试轨 那相信这些相对 当然我们可以依照我们地区的需求 比如说有特别什么要的 一些新的一些规定 或者哪一些可以考量 比较可以阴地视野的所在 那当然这个就要经对车辆管理单位 还有监理单位 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才可以找出一个最适合 南投县地方既不抵触中央法令 而且又能实施A 是谢谢感谢我们的科长提供的意见 我想请教一下周大队长 如果我们定自治条例里面 就说我们光针对临时证的部分 可不可以这样做 在自治条例里面 他的法律位置来讲比我们道路交通处法管理条例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是中央法令 当然这些条例不能够抵触中央法令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临时通行证 他是要向监理单位来申请 并不是向警察机关来申请 临时通行证 所以他这个部分申请是有问题的 我们从这个法律位置来 他目前的司法性来讲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那这边倒是有 刚才陈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经过一个合法生产的一个公司 来生产这些 我们像我们南投山区所必须要的这些 病状车落去或死去 经过合法的一个生产的工序 然后去向这个我们的交通单位 来申请所谓的安全审验 或让何寡取得一个相关的征兆 就可以合法上公路 我想这比较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 是 但是我们在临时通行证 如果经过我们用自治条例这样子 定下去以后还是没办法 因为临时通行证目前 他的授权范围还是在建议单位 还是建议单位 所以我们刚刚科长讲过 我们定自治法规的话 自治条例的话 像类似这样子要合法临时通行证 他有一条就是说 要报主管机关交通部核定 那我们定的临时通行证也没有用啊 他如果不合定你也没有用啊 所以就是还是要跟中央的法规啦 只要能够要符合 不能跟他有抵触 是 好 那我想陈寅最贴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一直希望说定自治条例 但是自治条例我们看到说 对母法也是个问题 对现行的部分也是很多的困难重重嘛 但是你有没有特别的看法怎么样来定 让或者是说我们提出更重要的一些建议 让中央去重视 我想这一点请教你 在这里我就说 我在这次的定期会 我是一直提 用我们管政府去干理核商 用特别法来定 那当然自治条例法也有其他的议员 都非常的一个关心 那刚刚两位 对方也好 因为我们定自治条例法 交通报道不认为 我们真的不认为 但是我要让各位看 像我们南大园 这就是风太厚 春秋 土风 路要拼 你不拼这都 堵路都没法走 然后 也是要用这种落极的车来 这落极的车 卡拉基来配 一般那十年也没法走 这十年就没法走 没法走 当堵看堵都没材料 然后 还有这个抵得到 我们土风起来 我们有抵得到 用人工 抵两天也抵不完 再来 我们参加的三角堵路 这楼坏起后 后边我们要抗路 有这个死去 拉玛空车也不能起来 有这个死去 所以 暂在说我们是民意代表 在定期会一再提出 自治条例法和特别法 最后就是要让中央政府来关心 就是说 不是我们南大国的那些问题而已 是全国性的问题 可以拜托中央政府管理单位 就是我们的交通报 定出一套方法 那些是说 像以前我们队长过来 去到某一间 在牧役生产 雷输这种 包括在南大空车 很多都是进口的 可以去到这些牧役上 来做一个建设 是不是他们来 来生产这种 这种 按钻型有够 可以收容吗 可以收容 再来就是说 他的那个买类也有交 还有听得到 他们所说就是说 四企丶六企丶 是怎样分变的 四企丶就是说 跟南大空车也同样 就是 下边链有四伤 然后车车才有交 我们替我时 如果让车车 就是经厚 都有四轮传动 这个白山顶也白会交 路车车车也才有交来 所以这是 告诉人一个安全性 所以 我们的政府是 这个问题 存在已经六七十年 都没想办法要去收盖 没想办法要去保护 就是说 在公共建设 可以有很安全的车轮 来做行数 然后行数在公路时 可以说有很安全性 有保险来保护 上方 这种工作 政府都没来做 他也看得到 只要 警察来一张公团 甘理站要来处理 警察说我们就开团 跟我们没关系 甘理站说 警察要不要去开 我们就不会把你 摸索 行政 向上来推 但是他们这些就是 两个丹尾的 这些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怪警察 我们也不能怪甘理丹尾 但是我们今天所要怪就是说 我们的中央政府 六七十年延伸下的这些问题 都没想办法要去解决 不提民众 和提供 扩着塞车的车的人来接 来来来解决 所以最终 还是拜托中央政府 可以来定一个 让兵装车可以生存的一条路的一个法令 是 所以其实中央的重视才是最重要的 中央今天如果能够 关心到地方的建设需要 地方救灾的需要 势必应该去思考 怎么样来定这样的一个冰装车的管理办法 不管在安全性也好 实用性也好 或者它的 它 这车辆的一个性能来讲 都应该有一个规范 那这些规范你不去定就没有办法 就很多人就是 自己买东西来做一个病床车 像类似这样子的 对整个来讲 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中央该不该重视 我想这是中央单位应该去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蔡议员 就您的看法 我们如果定了这样一个自己条例 或者说中央怎么样来帮助解决会比较好 其实刚才我们几边也有说 跟我们成员说 这个拼装车要买真正的合范 是不是真的要拜托我们中央政府 来找一个合法的厂商 像我们在製造纜空车 或是载车车 类似这种 来的四个小孩和六个小孩 来的合法 因为最重要是真的要安全 来製造纜空车 一切程序就是说 照它的税金、保险 它种种一些问题 都比照我们的10年 这样定义就是说 这六个小孩的书记 或是四个小孩的书记 书记大国 还能够補充 还能够装 还能够 还能够贪心的机会 来吃这些不怕 是 蔡议员对我们所有的书记大国 来说非常地关心 那我们想一个中央政府 对我们这样的这一群 这个需求 到底会重视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可 没办法去想象 但是我们还是要发声 让讲出这些重要性 讲出这些困难点 让中央政府真正地去了解 事实上我在想 请教一下我们的大队长 就你们嘟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没有跟中央反应过吗 就是变成说 你们在执法的时候 遇到这些困难 他又跟事实是一个违背的 比如说 他就要执行我们的救灾工作 然后我们又因为法令没办法管 你们没有跟中央反应过吗 如果说有碰到 法令有存疑的地方 我们会直接向警政署的长官来请示 这是我们目前的做法 那警政署的关心程度呢 一般来讲他会照法令上的一个规定 来做一些相关法令的一个解释 那针对个案的部分 我想他还是要 我们还是正在我们地区的 那个同仁执行的状况来做研判 不过我在想 每一个机关都去重视这个区块 比如说我们警察局也反应 那我们农业处来反应 那农业处的部分 我们都会感觉到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我们一直都认为说农用搬运车嘛 变成整个都混淆了 到底冰庄车跟那个农用搬运车 它是怎么样去区别 会造成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站在农物机关的话 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建议中间说 你把这个农专车跟我们农用搬运车 把切割开来 怎么样去做管理 让农专车也能够有一个规范 您觉得说在我们农用搬运车 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建议 这个议题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毕竟人民有需求 那我们政府一定要重视 那就是幸好就我们农业主管单位 就是发现说农地搬运车确实有需求 所以当初就会订一个农地搬运车 专门的这些规范 那现在我们南投县 因为地形特殊 我们的民众有特别的需求 那我相信也呼吁说中央政委 能针对听得到看得到说 这一些车辆确实是属于一般想的 它是一个特殊规格 那才需要拼装的 那一眼刚好 刚才也有说明了 它的不管它的大小 它的可能是因为它是属于收藏型的 可能它的马力是不一样的 那再也就是它需要特别 有一个车斗的可以升降车斗 所以这一些都是有因为因地制有需求 那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是建议说中央也能够听到这样 那是不是定定这个专门一个特别的法 或者说要请一个公司来做一个合法的认证的单位 来把这一些车辆都做一个认证 那定定一个符合 不只是我们南投线 因为所有属于山区的这个线份都一定有用到的 那而且这些车辆刚刚议员有讲 不只是在南投线会跑 它必须跨县市的工作 那所以说这些整个可以适用于整个 全台湾都可以适用的一个相关的法令 是 谢谢科长 我想请教一下陈一言 有没有思考过用一个方式 把所有这样的一个 这些属于家族或者是家庭 来当做一个陈情人 跟立法委员陈情人 然后转到中央去 有没有这样做过 在目前我所接的案子里面是没有这种情形 没有这样做过 就是说集体这样来做一个陈情 都是以个案 那在个案的部分里面 我也曾经帮了一个 他因为是旧灾 他那台车子刚迁回来150万 也因为是旧灾 也是同业的这样举发的 那最后也是经由行政诉讼 然后把车子领回来 不过在这里我要一点 我要提的就是说 其实现在主管机关到 行政人员 监理站也都同样 我感觉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为的 包括我因为这间监理站加怀的时候 他们说 我现在只要警察给你开招 我就是把你的车带回来 叫你 发出说 招车是带回来我的管理团队 就是我的监理站的管理团队 过去就是 都要没有一个结案 他们就把这台车就合成了 因为合成的过程 发生弊断 他们的东西有去关 还有收购 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方式就是说 你 警察给你开招 我车带回来 我会把你随法掉 你就是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要整年 你叫这家伙子不要吃饭 对 跟他整天在那里做这件事 所以有时候感觉 我们的管理团队 也是有他们的作法 然后去危害到说 民众的一个权利 其实我们这次 我们用 一条叫行政法第13条 其实这个监理机关 他要经常去人工 其实这台车也没有问题 就是说 看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是 刚才说 我们主办机关 我们的行政 我们的总理 我们的土地 这样而已 对 行政法第13条 他说 如果是紧急为了 而处于不得已之行为 不予处罚 但是行为过当者 得减轻或免处其处罚 这都可以做 他说他们都没有信任行政法的文字 团队你就是担开 我们就是把你抗担 他们不要担这个责任 你就去行政诉讼 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 我们感觉到说 中央应该总是去了解这个事实的需要 赶快去定一个管理的办法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全国的 有这样的情形的部分都能够解决 事实上现在每一个单位 几乎没有法 没有定一个规定 没有定一个法 他们都认为说 不是我这件就好了 本人没做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 今天这样讨论下来 我们发觉到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中央单位 你可不可以重视这个区块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四位贵宾 今天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不外乎是希望中央能够来重视 最后也要请四位贵宾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首先蔡议员简单的结论 在这里 我是感觉真的我们中央政务 像我们陈英雅说的 这个问题是存在很久了 是不是说我们中央政府 可以冠近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说我们中央政府 要依赖来我们管理政府 国管市来调查 这个拼装的时候 到底在每一个管市有几台了 我是感觉先来调查一下 看我们南大观到底有几台拼装车 其实可以从我们南投县政府先做起 到底我们南投县政府到底有多少 好谢谢蔡议员 陈英雅简短结论 好 谢谢主持人 其实今天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 我要拜託就是我们的交通部 以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所有条例下去做一个检讨 然后拟定出来 对拼装车的一个管理办法 以及说他们生产者怎么来 生产这个车子 然后定立一个管理办法 让这些拼装车也有机会来缴税 也有机会来领牌照 有机会来加入保险 然后保护到驾驶人的安全 还有行驶道路的民众的安全 是 谢谢 感谢陈英雅 周大队长简短结论 我们警察是一个行政单位 也是一个执法单位 我想我们在执行交通执法 或是交通疏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行车有序的一个状况 那特别重视就是安全 如果说我们相关的法令有修正 我是说我们会配合相关单位 这个修正的部分我们会落实来执行 是 谢谢 感谢周大队长 我们来来曾科长也简单结论 好 这里就是要特别再说明一次说 农地搬运车跟冰装车 这个是不一样的领域 那如果这个 因为农地搬运车已经有相关合法的 一些申请的要件了 那冰装车到现在还没有 但是确实说蓝头县有这个需求 那希望能够中央政委能够重视蓝头的需求 那能够让我们地方政府有一个遵循的规范 那让大家能够依法 先生也做得很好 是 谢谢 感谢四位贵宾 针对我们冰装车的部分 提了很多很多的看法 我想不外乎我们的心声 就希望中央能够了解 希望中央能够看到 然后去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一位议长何胜峰 跟所有人都非常关心 周边所发生的事情 都需要大家一起来重视 不管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再会 谢谢 谢谢